各位球友大家好 我是陈寅老师 欢迎来到本期的答疑环节 我们一起来看看问题 不求人 教练你好 请问日常打球中经常打到拍框 打不准球 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这说明你的这个 还不熟练吗 还是打少 当然有很多问题 第一个就是可能动作大 你想想你动个大的时候 去抡大臂呀 或者动个大挥拍速率不集中的时候 可能就会打不准 打拍框 我们讲要打准的话 打到填区的话 一般动的要小 就你看准之后发准中 啪就出去了 包括推球也是 包括接下挡网也是 然后看准球动到小 然后再一个什么 因为业余选手嘛 我们经常会到不同的场馆去打球 有的场馆高 空旷 有的场馆就有风 所以说都会导致你可能打不准 所以这很正常 你包括我们专业选手到其他地方场馆 特别是到国外那种大的场馆 我们刚开始打也打不准 你都感觉打不实 为什么呢 就是还没有适应 所以说第一次要适应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种发力的合理性 动作不能太大 要短而快 而且集中 好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 恰恰宁 程老师 侧身意识怎么培养呢 知道要侧身 但是看到高球第一反应 还是直接后仰肌球 这个后仰肌球 你就没法打了 只要是第一时间没有侧身 就后场球确实很难受 是吧 怎么样培养意识呢 其实你还是更多是激活 你的这种启动腿的这种脚下 蹬 比如说我是右手吃盘 那我应该是右脚在前吧 是吧 看来球的时候 这个时候不能右脚向后退 应该是右脚向后蹬转 用你的前脚掌 右脚 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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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把你的脚弓 特别是右脚的前脚掌 内侧 激活 你就有这个意识了 所以主要是还是练你的脚下的步法 启动步 好 我们来看下一题 卷毛沸沸 毛不卷 名挺可爱 程老师您好 请问在往前技术比较突出的情况下 该使用什么样的打法 该如何发挥和扩大自己的优势 这位同学 他的这个往前技术还是比较自信的看出来 当然往前技术好的话 从发接发开始 我就要去抓住 首先对方如果发往前 那你就 如果你往前搓就好 你就上去搓 是吧 然后或者是快勾 通过这种细腻的这种进网球 给自己创造进攻机会 那当然在打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了 比如说回搓啦 或者快勾啊 包括这种 比如对方杀球 你接杀 第一排挡网 是吧 对方上来放网的时候 这一排很重要 因为对方放网 你好借上他的力 然后看完他的袖头去搓 或者勾 或者推 所以主要抓住这几个点 把往前的这种优势呢 就会发挥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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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